今天的天气如何 昨天这场午后大雷雨 在中部以北局部地区下得很明显 主要是热对流云系 在偏南风的环境之下 中部 北部 东北部 对流发展是随着风向往平地来扩散 因此昨天在大台北的市区 都降下了局部大雷雨 不过大雨过后很多人出门都觉得 至少天气是比较凉快的 但是今天来说 复热带高压中心又来到了台湾上空 使得大气的稳定度今天又升高 下午可能出现的雷震雨 今天是明显的减少了 好 电量降水就进一步看到了 雨区几乎都是沿着中央山脉 只有山区局部有 其他平地的地方 午后雨基本上都不太容易在下了 那么高压牺牲也意味着高温炎热 来看到今天是北部 东半部地区特别要留意地形作用影响之下 尤其在台北盆地 宜兰的河谷地区 花东纵谷一带还是有出现极端高温的可能性 那么即将要迎接这个周期假期 未来几天天气是有一些变化的 明天星期六和今天的天气是比较类似的 高压主宰之下 水气量偏少 天气也比较稳定 午后降雨集中在山区而已 因此呢 今明两天来说都是蛮适合安排平地出游 好 不过看到了 礼拜天开始 环境是吹起了微弱的东北风 使得迎风面北台湾云量变多 局部雨也跟着增加 午后各地对流发展也变得比较明显 不止山区平地也有机会出现大雷雨 因此呢 在星期天下半天来说 行程安排可能就要多加留意了 而目前的预报趋势看起来 不稳定的天气会一直持续到下周三左右 下周台湾附近有低压活动 时的大气不稳定 水气量都是偏多的 那么什么时候开始会有秋天的感觉呢 预计在下周四9月1号 将有初秋低波微弱封面接近 特别是北台湾 可能就有机会率先感受到 比较凉爽的天气形态了 好 小丁尼就继续整理一下 因此呢 安排出游 今明两天都蛮适合的 但是星期天下半天开始天气转不稳定 但是优点是下周的温度有机会稍微转凉 接下来就带您关心 今天各地更详尽的温度预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